日前慈敬科技大学和卫福部预理医院正式签订人才培育合作一项书 透过产学合作提供50名公费生的名额 让花东地区国中应届毕业原住民新住民子女来就读 毕业就可以就业的方式 让曾经是公费生的医护也很支持 这项产学合作共提供50名的公费生名额 让花东地区国中应届毕业生的原住民新住民子女就读 福利比照原住民专班 免学费、学杂费、住宿费等 每个月还可以领有新台币3000元到5000元的零用金 获利县议员周俊佑表示 原住民护理师专班的设立 可以让偏乡地区经济条件比较艰苦的家庭 孩子可以有一个无后顾之忧的升学管道 让我们偏乡学史 我们原住民经济水准较差的一个家庭 他们子弟能够极力去争取我们护理师的一个考取 未来毕业之后 由我们的卫福部直接派认在他的一些相关的医疗体系之下 原住民专班毕业的学生放射护理师 潘翠华也认为 护理专班毕业后可以直接就业是相当好的选择 还能够减少相当多的开销 公费生资格的政策 针对花东原住民提供教育及未来毕业就业的保障 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它能够降低在就学时候的经济上的负担 不只是能够保障未来工作上的机会 更能够就近的照顾家人 慈激科技大学自1996年 设立五专部护理科原住民专班 每年提供100名招生名额 慈大校长说 花东地区高龄化严重 未来课程除了护理专业培养 也会加强长照培育 未来学生除了从事护理工作 也可以往长照的方面来发展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